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见证今天这场精彩的足球比赛 苏东和王涛和往常一样啊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比赛的解说 今天要举行的是一场联赛的争夺战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法国女足 期待双方的精彩表现 攻入了对方半场啊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这是个好机会 哎 球进了 他们率先发弹 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新球的回发来了 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跑位包抄强点 看看这个球就知道了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球被解围出了危险区 对方边路放得很空啊 哎呀 球就这么丢了 我们刚刚还在分析他们这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呢 以后不夸他们了 格雷斯 格雷罗 对方队员接到这个球的时候啊 我估计都要愣一下 王双 看看这个横传 他想找进区内的队友 这次没能攻进去 马里卡托托 卡托托拿球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玩得很花呀 一次成功的拦截 球权交换 格雷斯 格雷罗 投球力量不是很大 哎呀 对门将 小菜一碟 哎 他把球带向了对方球门的方向 这一脚传中啊 没有形成威胁 达尔菲娜 卡斯卡利诺 传中找进区里的队友 他们把比分扳平了 门将吃位咯 哦 他要负本大责任啊 让对方这样就轻松破门 目前双方是一笔打平 这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 中国姑娘们没能控住球 穿过了对方的防守 交给了门将 重新拿到了球 前场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趁我们不在意啊 一瞬间球权转换了 将球沉到场上的另一边 重新调整进攻 该取得领先了吧 一脚掉射没有成功 门将反应非常及时 精彩的不救 对 马里卡托托 漂亮的产球 这次抢断时机卡得非常精准 卡托托 进入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 好机会 做出了一次扑就 这球还是进了 门将这第一下扑就 已经很精彩了 这补射无能为力啊 尽管有人会说 只要丢球了 门将都有责任 但是这一次我不得不说 门将真的做得足够好了 他的扑就很精彩 只能叹息运气不好啊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往双 有机会扳平比分 精彩的扑就 他们距离扳平比分啊 只差那么一点点 但对方门将这次扑就 必须承认 确实非常深勇 他们只能再次寻找 另外的机会了 这个球把握好了 就是绝佳机会啊 这球处理的方式啊 我觉得有待伤去啊 卡托托 拿去的是巴莎 艾琉怀特 这波传球啊 很有水平啊 球直接传给了门将 王双 他还在继续带球 往对方球门推进 扳平的机会啊 他把球截了下来 他没有把对方前锋放过去 直接威胁门将 桑迪巴尔迪摩 卡托托拿球 可能有机会 好机会 多好的得分机会啊 可惜越位了 传给了王双双 这个球啊 看起来有机会 又来了 好球 他们扳平了比分 再看一下 进球的过程 成功地摆脱了 对方的防守队员 他在门前 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 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 能够阻挡他 又回到平局了 双方实力真是不相上下 裁判示意捕食一分钟 比赛还没结束 有加快 这个横传掉向了后点的队友 漂亮 一下几乎可以说是完美的林孔打门 把球送进球网 他们这次在边路 传出了一脚 质量非常高的传中球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 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 起脚时机以后 将受打击 上半场比赛 到这里暂时 是告一段落 下半场比赛开始 开球的一方换成了法国女组 球没拿稳啊 球权交给了对手 往双 防守队员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拦截 反击的时候到了 成功带球 争夺了防守 警方尚未解除 他在边路被放空了 展瑞 点找得很准 这是一波非常漂亮的连续倒角 传中尝试找队友 可惜啊 没有实质上的收获 桑迪巴尔迪摩 桑迪巴尔迪摩 机会来了 还好有他在 真是永远让人放心啊 有机会展开反击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出底线了 进攻方获得了脚球的机会 球传到了禁区里 球被破坏了 在球就要越过门线的时候 防守队员拍马赶到 你要看进攻队员非常绝望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但是没改写比分 是啊 打力 他努力地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 提醒大家一下 目前比赛的时间 还剩下三十分钟 王霜的机会来了 手边飞针扑救 有球员要上场了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去中的队友啊 这个球还是很危险 铁围不到位啊 这次威胁已经不再是威胁了 这个跳船很漂亮 看接下来怎么处理了 这球在处理上啊 出现了些失误 不知道他们进攻端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啊 王霜珊 距离很近了 这一角球挡得漂亮啊 顶着对面的B强 在后场处理球 晚级的机会来了 这要是没拦住的话啊 估计传过去就是个绝佳机会 完全没感受到压力啊 张瑞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了最后的二十分钟 边路现在很空啊 他们马上夺会了球权 又开始进攻了 精彩的防守成功的抢断 还在继续盘带向前推进 拿球进攻啊 组织的不错 但是这一转眼啊 他们就把球权丢了 达尔菲娜 卡斯卡里诺 漂亮的拦截 成功为球队夺得了球权 这是玛丽卡托托 这个球啊 看看会怎么处理 砍扎达利 文将挡住了这个球 已经让他进过球了 可不能再让他进更多了 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进去中央 没有受到什么挑战啊 轻松把球扑出了 这样的投球真的不是给文将热神吗 双妹子 往上拿球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杀死比赛的机会啊 漂亮 这个进球相当于给他们的胜利 上了一层保险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 给他加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莫伯克巴迪安卡 这个球啊直接传给对手了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看看他们如何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卡图托 卡斯卡里诺纳球 这是玛丽卡图托 缩小分担的好机会 门将立功了 脚球开了出来 防守队员抢线 把球破坏出来 边路前面还有空间 可以继续走边路 观众都在喊 可以打门了 门将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没什么问题 达菲娜卡斯卡里诺 双方还要再打一分钟 有机会打反击 但是防守方啊 应对的很好 抢到了球 边路有空间 可以让他做文章 横传将球打到了禁区内 有机会攻门吗 扑球很漂亮 这个角球飞向了禁区中间 球还在比较危险的位置 双方还在继续争夺 中场哨声响起 客队输掉了今天的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